陆克誉为台湾清沸圣地之一的阳明山茶梅花开了 总共有一百多株 如果想要去看的民众呢 可以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 因为一直到星期天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要提醒的是 下星期一北台湾呢 因为受到这个封面东北气风的影响 低温有机会下探15度 另外在太平洋这边呢 有一个热带压形成了 那么可能会形成轻度的台风 天气多余到晴 台北平地21到27度 山上时而阴天风凉 率先开花的茶花品种是茶梅 太半铺落在阳明山花卉试验中心的泥土地上 铺成一片花海 成为新人婚纱拍照的热点 茶梅的特性有点跟日本的鸡眼银类似 它的花瓣是一片一片的掉落 那一般山茶花的话 我们山茶花看到的都是一整朵花掉下来 从星期四到星期天 全台天气稳定 温差大 一直到12月1号下个星期一 才会降温变天 11月30号之前 西半部地区多云到期 那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零星降雨 在北部可能云量稍微偏多这样 橘色的孔雀草 紫色的野牡丹和茶梅 在12月1号将迎接封面和东北季风的来袭 到时候北台湾最低温在平地会出现15度 水气会增多 天气变冷 记者图恩 李正田 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